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是志同道合 中西合璧 风风雨雨走过22个年头 直较身边艳县 然而前不久 吴宿明的手机上突然收到一个陌生女人的短信 短信那头的女人说 她已经怀孕四个月了 孩子是丈夫汪全的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女人是谁 难道丈夫汪全真的背叛家庭了吗 我们以前是在一起实习 她在医院实习 她去那里朋友那里看 玩就看着了 就看着我了 是这样子 你以前感情很好 我们已经感情很好 我们在广州十多年 那个时候 我们老乡都很羡慕我们 我们不管是哪条街哪条街上 我们都是手牵手的 吴宿明是当地县城医院的妇产科医生 22年前 他与中医专业的丈夫同在一所医院实习 同为医生 又中西互补 关系好的令人艳羡 他们携手从青涩时期走到半百之年 吴宿明以为 他们会继续幸福下去 却意外收到了一条令他如坠冰箍的短信 过晚年我有件事要告诉你 我已经怀孕四个多月了 孩子是你老公的 你跟你老公商量一下该如何处理这个孩子 你们看怎么处理 跟我谈就可以了 你跟他说的是不要吓唬我 我死都不会跟他离婚的 今年年初 当千家万户还沉浸在过年的喜悦中时 吴宿明收到了丈夫前同事发来的短信 同事说自己已经怀孕四个月了 且孩子的父亲就是吴宿明的丈夫汪泉 这是怎么回事 时至今日又过去一个月 难道说丈夫汪泉早在五个月前就出轨了吗 这个发短信的同事是谁 他又有何目的 我是凭感觉知道老公在外面肯定有外遇 但是每天两个人晚上在一起肯定以为这件事情 他吗 好像两个人不怎么没有以前那么远窍吗 肯定知道嘛 没有什么交往 交往了以前好像两个人睡在一起 好像每个人一样的肯定不需要 那条短信让吴宿明敏锐地联想起丈夫进来的冷淡 他觉得汪泉出轨有机可寻 夫妻俩虽然还住在一起 但是汪泉对他已经不是以前的亲密了 而这个发短信的人 吴宿明说 名叫廖青青 她跟我老公在一个立门上班的时候 我老公患病啊 他在那里做服事 我第一印象我看到好像就这个女人不简单不一样 就是说我去我老公那里他们都是同事嘛 现在有的人就不给你老婆来了就给你打招呼啊 他不打招呼的 这个女的不给你打招呼的 丈夫汪泉曾在一家诊所当医生 廖青青则是同一诊所的护士 二人从那时起就关下艾伟 吴宿明不仅每次去诊所探班时 感受到了廖青青若有四无的敌意 那么 吴宿明的猜想是真的吗 丈夫汪泉真的出轨了吗 廖青青又是否拔有丈夫的孩子呢 吴宿明决定去找他一问究竟 廖青青已经换了一个男位 在当地一家医院当护士 消息 miram 我不得去認识 我只去找你 我和你吃哪个男人 他就要给你 我想要让你吃了 我专业 我专业 专业 我专业 我专业 她老都是人认识是吗 不认识 我专业 是她吗 我专业 她怎么说不认识来 她怎么不认识来 她怎么不安 我专业就是男人 你怎么办 我专业 见到吴素明的到来 廖青青埋头工作熟视无睹 只说不认识吴素明的丈夫王全 明明曾与王全一起工作过 廖青青为什么要撇清关系 难道这其中有什么隐形 要找个地方聊一下好不好 没时间 没时间啊 人家都找不来了啦 你是不是介入了别人的家庭了 不想问他这个事情 面对记者的提问 廖青青一再回避 难道说 吴素明的猜想都是真的 看到廖青青的态度 一旁的吴素明愤怒起来 伸手欲夺廖青青手中的资料 无数名一心希望廖青青 可以为他答疑解惑 可廖青青似乎不愿意面对 两个女人在办公室争执起来 廖青青是那个发短信 发短信说自己怀孕的人吗 突然廖青青起身 越往外走 不要走啦 你爸爸妈妈亲亲 我先去哪儿啦 我先去哪儿啦 你先去哪儿 我先去哪儿啦 你咬哪儿 你咬哪儿 你们咬哪儿 你咬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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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哪儿 你咬哪儿 你咬哪儿 为躲避吴素明 廖青青头也不回地走出办公室 宽大的护士摆一下 腹部轮廓高索 廖青青怀孕了 孩子的父亲是王权吗 这时廖青青的同事有话要说 同事告诉我们 廖青青确实和无数名的丈夫王权认识 只是每次都是王权前来纠缠 廖青青必无可避 才有了今天的局面 如果说廖青青时至今日 是被逼无奈的结果 那他愿意出面解决吗 待我们再要和廖青青沟通时 他躲入了办公室 因为他跟他老婆两个很离合你 因为他老公跟他两个人拖 所以他说两个人都被拖 结果他离了他没有离 他现在搞清家也没有 房子也没有 两个小孩子他老公也不回 所以他一气之下 他自己好像受到很大的委屈 受到很吃亏的 好像他自己跟他在那里吃了很大的亏 所以他现在很绝 很生气 办公室大门被廖青青紧紧关上 同事告诉我们 其实廖青青以前是有家庭的 但他为了和汪泉在一起 依然断了十年婚姻净身出户 可汪泉却没有履行离婚承诺 依旧过着婚礼婚外两个女人相伴的日子 他只得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寄人了一下 同事的话是真的吗 廖青青的义无反顾被无情打落 他和汪泉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二人在明知对方有家庭的情况下 还要铤而走险 触碰道德底线 正在这时 办公室的门从里面打开了 廖青青承认 给无数名发短信的人就是他 他和汪泉是恋人关系 孩子也是汪泉的 廖青青的直言不讳 让我们不禁疑惑 这一切难道都是真的吗 他如此毫不遮掩 又到底有什么打算呢 你们是一位 我们原来是同事 他也是一生 我们是同事 后面在一个男人里面上班 我是因为他老公 接约了我的家里 我才离婚的 我离婚七年了 离婚七年了 对 但是并不是你们俩约好 要一起离婚 然后再在一起 也约好了 对啊 但是他一直都没离 就没离婚啊 原来 廖青青与汪泉之间的爱美关系 早在七年前就开始了 他们是同一个诊所的医生护士 双方都有家庭 廖青青离婚 完全是因为汪泉的强势介入 让他心愿意马 这才相约离婚 可是汪泉失信于他 让他成为了他人婚姻的第三者 那么廖青青所说 究竟是真是假 面对这样一段错位的恋情 他为何如此理直气壮 他主动给无数名发短信 又到底有什么目的呢 那你现在是个什么态度吗 我其实不知道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如果说我们两个人 在一起七八年了 现在好不隐约的一个小孩 要我自己主动提出来 跟他一到两个 我未认清 如果他提出来呢 如果他提出来我可以啊 他就要提 你就对他死心了 对啊 就是你其实心里面对他的感情 还是放不下的 不可能没感情的啦 七八年了啦 仔细想来 汪泉作为一名医生 成熟稳重 又受人敬重 夫妻俩一个中医 一个西医 生育两个女儿 婚姻美满 家庭幸福 他为何要迈出如此冒险的一步 他何以忍心毁掉 自己苦心经营的家庭和事业 廖青青肚中的孩子 真的是他的吗 如果是真的 汪泉又打算如何解决呢 一个是西医 一个是中医 二十二年前 年仅二十五岁的 吴素明和汪泉是 株连碧合 组合成了一对 医生夫妻 他们感情恩爱 生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二十一岁 小女儿九岁 可是令吴素明 万万没想到的是 丈夫汪泉 竟然出轨 曾经的护士同事廖青青 而且他极有可能 已经怀了丈夫的孩子 那么廖青青所说 究竟是真是假呢 汪泉自己独立经营诊所 成熟稳重 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她为何会和同事 闹出如此绯闻呢 廖青青肚子里的孩子 是不是她的 廖青青一边发短信 给吴素明 一边又拒绝协商的态度 这背后还有什么引擎 第二天一早 吴素明约丈夫汪泉 在廖青青医院门口见面 汪泉如约而至 却远远地站在一旁 不愿上前 她和廖青青之间 到底是什么关系 廖青青肚子里的孩子 会是她的吗 吴素明与大女儿 拦在廖青青前面 汪泉则仅仅 跟在廖青青左右 当着妻儿的面 处处维护她 生怕她磕着碰着 脸上写满了担心 这样的汪泉看上去 与廖青青关系为浅 突然廖青青 牵起记者的手 表示有话要说 她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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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手机 不是给他们家的妈妈吗 她昨天一边 就给她早点 对 她今天早上也打电话 她今天早上 在那个单程庄里等我 她给我见着面的 她说用我先停坐 她说她妈在逼她 她女儿在逼她 家里面 家里面所有人都在逼她 所有人都在逼她 对啊 但是她要这个小孩 刘青青告诉记者 她知道我们今天的难意 觉得这场协商 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汪泉昨天晚上 和今天早上 曾单独找过她 让她无论如何 要顶住压力 把孩子生下来 并且还告诉她 她今天是身不由己 被逼而来 这是真的吗 得知消息的吴宋明 再也忍不住 当场质问王权 你是不是你这个 你全是妈在这里 你自己说的吗 我给你骂一下 啊 就你骂一下吗 自己 我给你骂一下 我给你骂一下 我给你 请你 请人都过来 请你自己 你不可以做难 你不做得到啊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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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着红楼 我给你 你拿着红楼 你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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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医生 你今天早上 是不是 跟这个 秦姐见了面 并且要跟秦姐说 她今天 不是跟她说话 不是跟她说话 她今天过来 你是不是能让秦姐 顶住压力 把孩子生下来 你以后要这个孩子 这是秦姐跟我讲的 有没有说真话 面对质问 汪权并不反驳 顾左右而言她 或是沉默以对 看到汪权协商 态度敷衍 她的亲友们 都感到非常愤怒 失望的目光 从在场 每一个人的眼中流出 汪权一言不发地 承受着大家的怒火 默默走到一旁 那么 汪权是否背叛家庭 而且与他人婚外生子呢 汪权提出 去她的诊所相谈 两年前 汪权在镇上 与人合伙 开了一家诊所 她兼任一生 刚一进门 夫妻俩相识无言 无数名甚至不想 多看汪权一言 二人之间 弥漫着一种既熟悉 又疏离的氛围 汪权直言不讳地承认 她背叛了家庭 廖青青肚子里的孩子 就是她的无疑 而她毫不避讳的言语 在无数名听来 只觉痛心 二十二年夫妻情分 为什么会走到 今天这一步 七八年前 那个时候 你跟你老婆 又再去十多年了 小孩又十多岁了 对 就在那种情况下 你为什么就 又扯上第二个女人呢 她老婆就在第二个女人 你的优秀优秀啊 你觉得她跟你老婆优秀 对 优秀在哪呢 对方便 性格 身材 脸蛋 说实实话 所以 外妈的话 可能 差不多吧 外妈差不多 她就是 其他的方面 一到我都接到你来 好笑哦 这不是咱们 无数名觉得 汪泉出轨的理由 实在浅薄可笑 九年前 她为了生育二胎 从繁忙的医生岗位退下 难以在事业上 给予汪泉帮助 汪泉就把视线 转向了护士廖青青 甚至为此触碰道德底线 丈夫的奋不顾身 让无数名 心寒不宜 怎么最后又生了小孩 这小孩 确实压力挺大的 当时烦的时候 时间小了 两个人感情都 都有感情基础 两个人之间 如果有个小孩 可能关系会更好一些 你想跟他 把关系处理得更好 对 那你脑部怎么办 没想到 不 汪泉一心扑在与廖青青的感情中 他想用孩子稳固这一段感情 可是 他已然忘记了这是一段错误的关系 他的任性妄为 不仅对不起自己的家庭 更对不起一条无辜的小生命 眼下廖青青步步紧逼 妻子苦心挽留 面对如此惺惺 他又是怎样的态度呢 这你当时知道他有家庭吗 知道 有家庭 知道 你还这样子啊 你知道这样做不到的吗 可能一个最原始的一个说法就是 优秀的东西都想自己占有 你这叫台青 是不是台青 你承认了 应该是 你不是要凶他 应该是 你想不过不吗 当时 人生在世 有可为有可不为 他明知廖青青有家庭 还背叛妻儿 以至于对双方的家人 造成难以磨灭的伤害 为了一段婚外情 他背叛家庭在先 欺骗众人在后 他如此不顾一切 究竟是为了什么 难道他真的一意孤行 要一措到底吗 事已至此 对于这段错误的恋情 无数名到底有何打算 最差最差我不收着啊 我老公差 那个女的说一个八成怕不强嘛 你觉得错不全在你老公 两个都有 两个都有 我认为我老公可恨 怎么可恨呢 他背叛我啊 这样子啊 对家庭你说不负责任 哎 怎么回事 也没有那么不负责任 得知丈夫出轨 无数名直觉痛心 他今年47岁 与丈夫结婚22年 工作稳定 又有两个可爱的女儿 她的日子本应幸福安稳的 可谁曾想 丈夫汪泉 竟背叛了他 你觉得他其实还是挺好一个老公 除了他出轨 是的 你就是说我跟那个女的也招过几次手啊 嗯 我老公他也没帮我怎么样 就是说他自己的有老人家 那个女的有小孩了 你还强得倒 他肯定会帮起来 揍我啊 你觉得你老公对你有感情是因为 就是如果他对你没感情的话 他会帮那个女的打你 但是事实上他没有 他只是把那个女的圈住了 他只是啊 他也没有 他只是说拉着我不准打 事到如今 即使他惨遭情感背叛 无数名也没有想过要离开 他说丈夫对自己还是很好的 可是他所说的好 在外人听来 又有多少心酸和无奈 你这个想法很扭曲啊 你就 他按理说他本身他是你老公 你不管他跟那个女的发生了什么样 他对你有感情就应该站在你这边 去维护你帮你 是不是 你的感情有时候自己自己也有知道的 也不是说什么东西有感情啊 他不是说不关心我啊 每天打电话问啊 你在哪里啊 你自己刚才也看到老师打电话给我吗 面对记者的质疑 吴素明不以为然 他坚信丈夫是一时的失足 他还是在乎他的 可是夫妻之间真正的好 是忠诚与信任 完全不顾他的感受出轨他人 他为什么还要执意维护呢 吴素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他奇怪的态度背后究竟是为了什么 他对这个事情又有什么打算 8年前汪全带着妻子吴素明从广州回到湖南老家生孩子 他在当地找了一家诊所工作 由此认识了当时只有30岁的护士廖青青 他不顾自己和对方都有家事 对廖青青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从廖青青的叙述当中 我们知道汪全是执意要和妻子吴素明离婚的 甚至为了离婚 不惜用婚外生子来逼迫妻子 可是我们当面问温全的时候 他又三间其口必重就轻 那汪全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样一段婚姻 吴素明还要继续吗 纠缠多年的三人情感 又该何去何从呢 第二天 吴素明带我们来到乡下老宅 这里就是你们两个房子 这是我们老家的房子 这个房子是刚建的吗 出轨以后 是你在这里建的吗 我在这里建的 我以前是想把做什么事情 我都是想赶快他们 这个家就是我一手爸爸操作 这个房子是在水云下来 婆婆的名项 就是他妈妈的名项 这个是他妈妈的名字 就你们两个 你拿了你们两个钱 你来建房子 给他们家建房子 自得知丈夫汪全出轨后 吴素明对家庭更加用心 他没有带着两人的积蓄一走了之 反而跑回乡下给婆婆建房 他希望用大爱来赶快丈夫 盼他早日回归家庭 为此他的婆婆也很感动 他妈妈已经写了什么遗书 他妈妈写遗书 关于房屋仪式 这个房屋由你所用 归你女儿 两个女儿 三人继承 和王一生无关 怎么不给儿子 不给儿子 他不添花了 他不添花的 他不添花就不给他 是吧 你这么信任 你这么信任 我只管我家 他的屋里 他还说吧 他还大娘 我还要 我人家屋里 我都不知道 我挖菜 我还干啥的 好辛苦的是吧 对 在婆婆眼中 吴素明是再勤快不过的媳妇了 大到建房 照顾老人和孩子 小到上班和家务 一个人基本包揽了家中大小事物 汪泉出轨不听劝 婆婆一气之下写下遗书 言明要把房子留给吴素明和两个孙女 你看这些照片我们都是去外面玩的 这好像是在白云山 白云山 以前每周的星期六 我们都要去外面吃饭 去散步 去外面爬山 是干嘛的 去逛街的 你看这是看桃花 就是在广州的生活 在广州的生活 真的 每周都要家庭都要出去 对 都要去吃饭 过生日 或者是过节 我们都是要 有时候在外面吃饭都要排队 来位置的 他那个时候还没钱 他还说是 给人家卫生帐打农药 打那个药 一百多块钱给他买一套裙子 这个裙子我到现在还没省得 本来要留的 哪一条 就这条 我还没省得留 那个时候一百多块钱 九六年的时候 真的说是这个 这裙子还很新 你说都没省得穿 我没省得穿 我没省得扔掉 好像也是一种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就是你最幸福的回忆 是的 是说起来的 还挺那么的 所以说要我弯掉 我肯定是捨不得 我这台也付出了一辈子 也不简单的 一条被珍藏的粉红裙子 是吴素鸣最感动的回忆 对吴素鸣来说 最幸福的时光 莫过于十一年广州生活 二十二年前 他和丈夫结婚不久 便前往广州发展 在那里 他们迎来了第一个孩子 有了一个完整的家 在灯红酒绿的大都市中 他们相互信任 彼此珍惜 虽然挣钱不多 却异常满足 所以他对这段婚姻 非常留恋 可是没想到 丈夫在二女儿出生时 回到老家后就变了 这是我生了一个小女孩以后 我老公好像那个态度啊 真的 一百八十多的大展览 生小女孩后 一百八十多的大展览 是啊 那肯定呢 肯定 我要离我早就离了 是不是 汪泉突然把目光投向他人 他不甘心 而他的两个孩子 已经在这场家庭变故中 深受伤害 所以他必须坚强起来 为孩子们保留一个完整的家 那么 大城市的风风雨雨 都一起走过的夫妻俩 还能为了过往和孩子 继续相持前行吗 无数名决定 再次去找汪泉 我走 那边断了是不是 再次见到妻子 汪泉满脸不耐烦 无素鸣追上去 拉住丈夫 希望他能给自己一个明确的态度 面对妻子穷追不舍 汪泉怒目而视 回家还是结婚 面对这个二选一的婚姻选择题 汪泉眉头紧锁 肩膜不语 他为什么不愿回答 难道说 事情的背后 另有隐形 我现在也看透了 想透了心 他说他现在我们两个 曾经相爱过 我们曾经也相爱过 不是没有爱过 那个时候在广州人 就是说大姐小巷的话 人家各个也相恶 不是不相恶 他们同久之间 哪个不是那位 其实我们比他们 哪个都过得好 现在就是我过得最早 广州十多年相依为命的时光 就像一棵树 深深扎根在无数名的脑海里 反复被他提起 这是他最眷恋的日子 他想延续下去 可是丈夫的背叛 让一切袭击都成了泡影 汪全究竟为什么会如此挣扎 你告诉我到底是什么情况 让你这么难做决定 如果秦姐肚子里没孩子 你跟他能分得开吗 不知道 你是不是特别想要一个男孩 想要一个男孩 有多想 这怎么说呢 王全终于脱口而出 他和吴宋明生育两胎都是女儿 所以他把所有希望压在了廖青青的肚子里 而一旁听到这话的吴宋明 内心复杂不已 默然走出了房间 我一定要想是在家里生的 在广州淮山的 非得是想想要出来以后 她是个女的 她来一个晚上没把她 我想得很 小儿出生的时候还没在你身边 没在我身边 你告诉她她也没有理你 我告诉她没有理由 她没有移植安慰的方法 真的 从那时候开始开始打太太太就变了 那就变了 真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以前 这个是打太太 我们打了好多 真的 你们打得怎么开啊 她自己也清楚 所以我一说是 这个是打太太的私人 她应该明白 以前我打了她 吊成一把 有时候人家 因为我是搞不产科的 我吊成一把 我都把人家看病啊 接受 我什么都要去 一个人 一个人 就以为你没有还男孩 提及孩子 吴肃明瞬间泪流满面 她和汪泉的感情 其实早在二女儿出生时 就出现了裂痕 汪泉一直想要一个男孩 吴肃明 就用满心的愧疚 不停地怀孕再流产 忍下了不下十次的伤痛 没想到 却换来丈夫的无情背叛 那个时候我快四十岁了 我怀到我第二个女孩 我就摔了 把人认读吧 我肯定不会去打了 是不是 我又不想再生了 只能定吧 她说我 说实际上 我真的没想到我老公 会这样子 对着我 二十多年了 二十六七年了 不想到 胡肃明一声大肚且倔强 他努力在心中 构筑一段美好的婚姻 他极力掩埋 来自丈夫的不好 又无限放大点滴的好 而当真相来临 那些刻意忽略的伤疤被无情揭开 他难以承受 这段婚姻该如何走下去 当天晚上 在记者和三方亲友的陪同下 廖青青 汪全和吴肃明 前往茶馆 进行协商 汪全的亲朋好友 都希望他能够好好的了结三个人的情感纠葛 不要再犹豫不决 继续伤害 然而 汪全似乎从没有仔细考虑过 他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王医生自己心里面还是想不清 我觉得也没关系 你要真想跟这个情节在一起 你告诉大家吧 你就明明白白的嘛 你干嘛要拖着你老婆呢 你拖着他都天荒地老啊 拖着两个人 因为我的压力很大 嗯 什么压力 父母啦 嗯 女儿啦 嗯 经纪啦 上面都有很大压力啦 但是我们年纪很大啦 汪全年近50 尚有父母长辈 下有成年子女 他要考虑的太多了 可是 如此难堪的局面 是他不顾道德 自我放纵造成的 他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同样 廖青青也应该主动退出他人的婚姻 你没有觉得你插足了这段这个婚姻 这个家庭 先插足的不是我啊 先插足的不是你 我知道没有关系 但是你们俩是互相插足都有错 对不对 你们是不是互相插足对方的婚姻 那既然插足了的话 你 你不管他 王一生是个什么态度 对不对 你自己先把你自己给做起来 你不知道怎么做 起码我觉得在这段 这个三角关系里面 他老婆绝对没有对你不起 我觉得你可以跟他道个歉 我觉得是真的 我可以道歉啊 其实你应该先解决他们 不知之间的问题 不不不 他们两个好我一定退出 不不不 我可以这样子说 你不能有条件的退出啊 对不起 我一定有条件 他们两个人好我一定退出 我无怨无非好不好 如果他们两个人不好的话 那这地方说好不好 这个是你自己的 对这个事情认识和态度 不能是有条件的 有这么简单吗 有这么 没有这么傻脱吗 随着没有这么傻脱啦 但是你要做 那这个感情的事情说得清楚呢 感情不是借口 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有责任 事情至此 廖青青还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 她不愿意主动退出 七年情感纠缠 隐匿在阳光下的关系 让她变得一无所有 还背负了一条无辜生命 她不甘心 然而 她这样的任性固执 不仅伤害了无辜的无数名 还是对自己三个孩子的不负责任 她到底 为什么要如此执迷不悟 不说要为这个是老师的长长长 她也得不到幸福 你说呢 嗯 你幸福吗 秦姐你幸福吗 那她幸福 我幸福 我过年过节 我老公都在家里 嗯 那你过年过年 她的第一个电话是打给我 她的第一个信息是发给我 你为什么 就不想 没想过主动去离开她 这样一个人值得你 在这边还继续守候吗 对 她对我很好啊 现在还对你好吗 对啊 你能接受她对她 同事对她老婆好吗 我你不得失败 她对我对她 对她老婆不好啊 嗯 没有 我老公说她怎么样啊 嗯 那我们为了孩子 还是要把这个家持续持下去啊 嗯 廖青星贪恋汪泉对她的好 然而这样的好是她本不该有的 她非但不自律自爱 反而说的如此理直气壮 这让一旁的吴素明也不甘示弱起来 你一言我一语 协商现场 成了两个女人争宠的战场 完全丧失了自我 吴素明信心满满 可汪泉却不以为然 事实告诉你 她对这个老婆也很好了 也不想跟老婆分开了 你现在跟她说吗 她刚刚在冷下吗 你冷笑是什么意思了 你冷笑是什么意思了 看这两个人都强了 看这两个人都强了 好 好 你老婆的把羞就渴死不到 我妈给你了点吧 你妈给你拿着啊 你给你拿着啊 你给你拿着 你给你拿着 怎么了 怎么回事了 为什么要笑了 我觉得有东西不是真的吗 其实你是对她虚情假意的好 然后她还把她当真了 你觉得她太傻太天真 是这样的吗 不是吗 那是什么呢 汪泉对吴素明的信心嗤之以鼻 她说那些好都是假的 她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说她同妻子吴素明之间 才是虚语尾仪 你说她对我不好 她冷笑 你可以问旁 关姐啊我们去哪里 哪里玩呢 她都自己 你孩子吗 还在做梦呢 她自己都说了 是对你虚情假意的好了 虚情假意 你那不是个臭神 她自己亲口说的啊 你是不是虚情假意的 你不是老百姓 不是韩金国家的人 你想 我妈不说的 可是你不要交接 那地方那个时候 不是你你为什么不能接受 先生是她自己自己说的 那就是 你认为我会说谎吗 你你觉得她是对你好的 她说她对你不好 反正好不好 就自己应该知道 经历连日来种种 吴素明还是固执的相信自己的感觉 她觉得 丈夫说的只是气话 最终还是会和她回家 那么 吴素明的感觉 是否准确呢 这时 汪泉说出了心中的选择 如果想感觉下面来说 那我就肯定要想跟你 拔在一起 嗯 你学的情节 对 汪泉说从情感上 她更倾向于廖青青 她想选择廖青青共度余生 幻音刚落 汪泉的一位族中长辈 拍拙而起 你走 是否有你 看 有没有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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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走啊 亲友的责骂令汪泉沉默 她是在思考 又是在抉择 走回走开 真的有没有走 经过一夜思考 三方再次协商 最终达成基本协议 汪泉愿意同廖青青 了断关系 回归家庭 廖青青同意离开汪泉 放弃孩子 再由汪泉补偿廖青青十二万 之后两人各自珍重 一波三折的闹剧终于在众人的协调下落下帷幕 汪泉最终选择回归家庭 廖青青决定割舍过往 重新生活 而吴肃明也算得偿所愿 护住了一个完整的家 经过这样的情感波折后 希望三人都能从中获取教训 尤其是汪泉 你如果能够坚守道德底线 就不会出现左右为难的困局 如果能够知错能改 及早悔悟 也不会伤害两个女人长达七年 而我想对吴肃明和廖青青说的是 女人也许更看重家庭和情感 但是千万不能沉溺其中丧失自我 跳出来看也会有海阔天空 欢迎回到由段妈妈牛肉冠名播出的寻情记 那今天的寻情故事就给您讲到这儿了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拨打 主持人陆角交寻情热线 0731-848-02110 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 由段妈妈牛肉冠名播出的寻情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